就革新的問題更大一點 其實不是Rap 你只是在把它讀出來 你著急 你是怎麼想的 還是你不想唱Rap 這是我一定要弄好 我可以幫你 你知道嗎 就它這個歌表現出來 就是比如說 Done Done Budgy Buna 就是那種感覺 而不是說 就很使勁地在唱 就慵懶一點 換一種表演狀態 聽一點 慵懶一點 所以你前面就不要 太急迫地加很多 看你弄個水沒水 我看你寫了 你寫了 你看不懂 我看到他的手是一直在抖 我一看我就想了 然後再加上他從來沒有自己寫過 所以過程對他來說 沒事要這樣吧 先別寫了 我覺得 先不去想這個詞的事 我覺得 你應該先把音樂好好聽一下 因為我之前寫歌也是這樣的 就是你越想寫 就是你越想寫這個感覺 你越寫出來 因為你腦子裡現在沒東西 就是你有沒有那個畫面 先把音樂從頭聽 你就從頭聽 這個效率也太高了 突然一下 感覺上頭了 突然間奮筆疾書了 靈感來了 擋都擋不住的那種 我的天啊 寫了八十多句 還夠用嗎 夠了呀 你看現在這麼多關鍵詞了 總能延伸出來很多故事 我覺得這個可以 就是因為很多人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能看懂就是 找點靈感 最後一句了 我們最後一句抓緊 不爭氣的我總是在喝一種醉醉 怎麼怕 被主流呀 妹妹 喜歡不起來 被主流 這樣不爭氣的我總是在喝夜裡流淚 想著你就連喝咖啡都會醉 妹妹 你怎麼是這樣的小孩子 你怎麼是這樣的小孩子 沒有更好的我就不睜眼了 吃不要一下 他提供了一個I呀